古代的皇帝是九五之尊,对于百姓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在统治国家的同时,皇帝的娱乐项目也是花样百出,在历史的长河里,许多皇帝都有着三公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三千嘉丽等等,在这之中,有的皇帝为了方便享乐与管理,衍生出了三大方法,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些古代的皇帝都是如何享乐的,他们都是怎样的皇帝,这三大方法都是什么,这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讲历史故事, 误人生智慧,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历经图治,开国明君,司马延,他是晋朝的开国皇帝,作为司马懿的孙子和司马昭的儿子,显赫的家世以及天生的聪慧,让司马延这位开国皇帝把初期的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称帝之初,司马延历经图治,大力推行全国上下的全面改革,同时列举一系列措施重点发展经济, 司马延经过一系列思考与分析,吸取了曹魏灭国的经验教训,提倡节俭生活,对于手下的大臣与各地官员制定了严格的生活标准和规定,再发布一系列政策,缓和了社会上百姓之间的各种矛盾,减少了对百姓的压迫,在那一段时间里, 晋朝可以称得上是国泰民安,百姓也都无比拥护这位开国明君,荒淫无度,洋车选飞,但就是这样一个开国明君,可以说他是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妻子最多的皇帝, 也许是安逸的生活过了太久,加之百姓与大臣的生生恭维,让这位明君终究还是迷失了自我,他开始变得荒淫无度, 尤其喜欢收集,劫略各地相貌出众的女子,供自己享乐,从而满足自己的私欲,渐渐的,宫中的美女越来越多,即便司马延每个都很喜欢,但也分身乏术,于是每天晚上去睡哪个嫔妃,成了司马延最头疼的问题,但是身为异国之君,这小小的困难并不能难住这位聪慧的皇帝, 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司马延命人找来几只羊,坐成了一个羊车,每天晚上驾着羊车到各处穿行,各个嫔妃站在房间门口,拿着草料吸引着羊,看羊车停在哪个嫔妃门口,他就去哪个嫔妃的房里休息, 当然,这些嫔妃为了让羊车停在自己门口,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嫔妃手中拿的草料,就与宫外面的草料大不相同, 有的人不惜花费重金,去购买与种植当时全国各地最肥沃的草料,品种繁多,更有甚者还往草料上浇上淡盐水, 仅仅是为了增加草料的味道,希望羊喜欢上自己的草料,从而让羊车时常停在自己房间门口, 不得不说,司马延也算是开创了荒谬选妃的仙河了,任人为贤,以法治国, 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的一生绝对是伴随着腥风血雨,不论是上位,治国,包括选择储君, 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巩固了皇权的李隆基,面对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唐朝, 各地官员与朝中大臣的相互勾结贪污,因为兵变导致唐朝元气大伤,各个系统与各个地方极具混乱,急需治理, 但是李隆基最大的优点就是任人为贤,看人的眼光极其准确,任命了许多当朝宰相, 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治国团队,他还推崇以法治国,严厉打击各地的贪官污吏, 以及敌对的政党政权,在他在位的前几十年里,唐朝又恢复了元气,开启了一个盛事, 贪图享乐,道德沦丧,可惜,这位任人为贤的明君后来还是被花花世界迷了眼睛, 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不仅喜欢搜罗各地美女,而且还抢了自己儿子的妻子, 这位被李隆基掳进宫里的女子便是世人都知道的美女杨玉环, 后世还歌颂她和李隆基的七美的爱情故事,但是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 李隆基无疑是被人唾弃与不耻的,还有一些人的观点是因为杨玉环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个人认为这些观点并不怎么完善,一个连自己丈夫都无法选择的女人是可怜的, 因为她的美貌让许多人都屈之若鹜,当然就包括李隆基, 把一个盛世王朝的落败安在一个可怜女人的头上, 这种说法显然无法令人信服,这里面也一定有着李隆基的作祟, 但是如果李隆基就仅仅宠幸杨玉环一人,那也不会造就盛世唐朝的快速衰败, 效仿司马,蝴蝶选妃,与司马炎一样,李隆基的后宫也有着许多美女, 他便和司马炎有着一样的烦恼,每天晚上该去谁那睡, 于是李隆基便参考了司马炎的羊车选妃,加以改进, 不必用到羊这么大的动物,李隆基选择的是蝴蝶, 让蝴蝶来代替自己选择晚上应该宠幸哪个嫔妃, 他与司马炎的方式大差不差,每天晚上让各个嫔妃都带上事先准备好的鲜花, 蝴蝶落在哪个嫔妃脑袋上的鲜花上,李隆基就起嫁去到哪个嫔妃的房间里, 这样的选妃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别样的色彩, 最后的封建,最后的统治, 清朝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朝代,有人喜欢,有人厌恶, 但他从史学上讲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人们也对于清朝的历代统治者褒贬不一, 但是无一例外的是,清朝的每一个皇帝对于后宫与自身旧寝之事那是极为的看重。 许多文献的记载与电视剧的拍摄都为我们讲述了这些故事, 在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注重自己的旧寝之事, 于是就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后宫及皇帝旧寝之事务的机构名叫靖世房。 它隶属于内务府,有专门的太监负责记录皇帝旧寝的时间, 地点包括在哪个嫔妃的房间里旧寝, 以便于以后嫔妃怀孕有记录可以查明。 翻牌后宫,竞争激烈。 而靖世房的大总管太监会在每天晚上皇帝吃完晚饭后, 拖着一个放满皇帝妃嫔名字的盘子。 皇帝翻到哪个带有嫔妃名字的牌子, 皇帝晚上就会宠幸那个嫔妃。 而且,为了防止刺客的刺杀, 通常幸运地被皇帝宠幸的嫔妃会洗完澡后, 逛着身子,裹着红色被子被太监们抬到皇帝旧寝的地方。 当时许多嫔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 会拿银子贿赂太监, 把带有自己名字的牌子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因此,后宫的争斗也是极为激烈, 从未停息,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许多嫔妃都为此付出了自己仅有一次的宝贵生命。 其实,最初绿头牌子的用途并非是决定皇帝每晚宠幸哪个嫔妃。 而是作为清朝延习明朝制度的一部分, 当面临紧急的国家事务时, 清朝使用满语在牌子上简要写明来进行上奏。 这种绿头牌子有时也被清朝当局用于捕捉罪犯和释放犯人作为一种有效的凭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逐渐演变为皇帝宠幸嫔妃的工具。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清朝皇帝对于后宫的重视程度几乎与对国家事务同等重要, 皇帝在掌握政权的同时, 也注重嫔妃和后宫的管理, 皇帝对后宫的重视程度是代表其统治力量的象征, 也显示了皇帝对家族延续和江山维稳的追求。 尽管皇帝对后宫的重视程度高, 但这种重视并非全无限制, 清朝有严格的规定和等级制度来管理后宫, 以确保皇帝的千交百宠不至于引发混乱和内乱, 嫔妃们的地位和身份都根据各种因素, 如品德、家族背景和地位等进行分级, 以维护皇帝权威和后宫秩序。 与此同时, 后宫中的嫔妃们也需要遵循严格的规矩和礼仪, 他们必须尊重皇帝, 并以服侍皇帝和生育子嗣为首要任务。 此外, 后宫中还有着复杂的内部关系和竞争。 嫔妃们在争夺皇帝的重重逆逆时必须保持戒心和机敏。 这一切都表明, 对于清朝皇帝来说, 后宫的管理和宠幸嫔妃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事物, 与国家事务紧密相连, 皇帝对后宫的关注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欲望, 更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稳定和家族的繁衍, 因此, 清朝皇帝的权威和统治得以延续直至朝代的终结。 总的来说, 清朝皇帝对后宫的重视程度几乎可以与对国家事务的重要性相媲美, 虽然绿头牌子最初并非用于决定皇帝每晚宠幸嫔妃, 但他的演变和使用方式却能反映出皇帝对于后宫的关注, 后宫管理的严谨性和后宫嫔妃的地位分级, 体现了清朝皇帝对后宫管理的重视与调节, 皇帝对后宫的关注不仅有私欲的一面, 更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和江山的继承, 因此, 可以说清朝皇帝的权威和统治得以维系直至朝代的结束, 享受背后令人反思。 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许多皇帝在拥有权力的巅峰之余, 贪图享乐, 制使国家, 王朝在自己的手中破败, 但是有许多皇帝, 他们同样拥有却无与伦比的权力, 却不忘初心, 让国家和民族走上了日益强盛的道路, 如今很多人都会在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但是权力是会迷惑与蛊惑人心的, 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因此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现有目标时, 一定要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哪怕最后没有成功, 但也不会想历史上许多帝王一样留下让后人诟病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